在各级教育部门要联合有关部门 全面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高校学生离校返乡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 重点实现两个确保 确保让符合条件的返乡学生 免于集中隔离观察 确保为劝须隔离的返乡学生 免除集中隔离费用 关于学生离校返乡各项政策 以及各项具体要求 已经足及传达到各级部门各相关单位 并且要求严格执行 不得重重加码 不得限制学生返乡